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那我们新学期由中庸开始 不晓得在这个暑假当中 大家过得如何 我们在暑假期间 有办过从论语的高度 看了凡视讯 那有的人回去继续用功 或者是另外组研讨班 来将我们学过的教材继续复习 不管怎么样都是好事 希望在新学期 在中庸跟论语的这个课程 大家都更有一番的收获 带给当地学习文化的热潮 大家能够在新办教育文化实业 能够欣欣向荣 那我们今天是进入中庸的第二章 中庸有33章 那第一章 这个指示将中庸的重要性 它是天下的大本 它是天下的达到 这个道理说了一番 第二章就来开始继续的演述中庸 那中庸是我们儒家里面 十三经之一 是一个立身处世的宝典 那在进入第二章之前 我要先说一个故事 这个人是科比义 他是一个建筑的大师 是现代的建筑之户 他本人是法国的建筑师 是瑞士人 在他的建筑结构跟形式内涵 在二十世纪是一个风潮 二十一世纪也延续着他的影响力 新一代的建筑 如果要在建筑的境界里面 来立一个地位 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延续他 一种是推翻他 因为他是大师 那我们孔子也是两条路 一个是延续他 一个是推翻他 这叫大师 孔子这个人 你推翻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学术价值 是经得起百代的考验 很多人骂他说 他是专制帝王的服务的走狗 可是孔子的学说里面 很多都是在约束帝王 他怎么是在服务专制帝权 如果以儒家跟法家来说 专制帝王宁可弘扬法家 对专制帝王有利 那为什么会弘扬儒家 因为儒家 他才真的带来老百姓真正的幸福 才真正的引领全天下人民 走向希望幸福的康庄大道 那孔子的学说里面 他有分为外在的外王的学问 还有内在的内圣的学问 那整部中庸他是比较偏向于内圣的内涵 我们说中华文化的道统 他有内圣有外王 那中庸是比较偏向于内圣的这一分 可以看出孔子他在行额上 他的见地 可以从中庸里面看出 孔子是一个方外高人 是一个出世的圣人 而又是一个能入世 具有悲悯天下苍生情怀的君子 那中庸总共有33章 我们是在第二部分 就是分别显示中庸的中义 中就是中子的中 就是修学法 义就是义理 中庸的修学法跟中庸的义理 那我们接着是在讲 第二章 他的经文是 众尼曰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无忌惮也 这一章 他整体的架构 是君子跟小人之别 它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就总标 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第二段分别解释 君子就是学习相应中庸之道 小人是违反中庸 可见中庸不但是反胜之别 还是君子跟小人之别 可见中庸的学习有多重要 如果不学中庸 人不能转 人不能转 反成圣 也不能从小人 变君子 可见内圣外王的关键 在中庸 第一段叫做 纵尼曰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就是君子是一个用中的人 小人是一个违反中庸的人 第二个呢 君子的中庸 叫做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之于中庸 是君子而时中 君子而时中 如果按照郑康成的意思是说 这个外相具有君子的人 而且内在的涵养 又能够时时地用中 郑康成他的解法是这样 如果是于屈原 群经平义的于屈原 他的解释是 君子之于中庸也 君子能时时相应中道 时中 时时地相应中 而当成能 他的解法是这样 这两家的解法都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 小人呢 君子跟小人的差别在哪里 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之于中庸也 小人刚才前面讲 小人是违反中庸的 所以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无忌惮 因为他违反中庸 所以他这个人 违背中庸 意思就是小人 不学中庸 不相信 人生的破迷其物 趋吉避凶的关键是中庸 他不相信 不学 违背 所以小人的人生 是无忌惮 无忌惮的既是顾忌 但是害怕 意思是小人 是没有什么顾忌 也没有什么害怕 这是小人违反中庸的形象 这些观念我们慢慢地来分析 我们说这一章跟前面一章 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一章讲的是一个中庸 就是行而上的中 而入行而下的时候 他能够和谐万民 那这个是第一章所讲的重点 那第二章又告诉我们这个中的关键 中不只是凡夫跟圣人的差别 中还是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所以这一章跟前面这一章 有这样的关联 那这一章开头呢 第二章的开头呢 叫做纵尼约 那为什么叫纵尼约啊 按照郑康成的意思啊 他就是说 这个只是前面利论的一段 中庸的重要性 而且中庸之道 我们学习中庸之道是 道也者不可虚理也 可离非道也 就是跟中庸之道是不能离开的 好像人之于空气 水之于雨一样不能离开 假如你对中庸之道是这样的相应的时候 那你的修学是成功的 这在佛家里面叫做 敬念相继 那这个纵尼约啊 就是子师的第二章 举出纵尼约就表示说 我用孔子说的来证明我第一章的利论 这是郑康成的解释 如果是诸子的解释呢 众尼约啊 等于是来解释前面这一章里面 郑康成是说 这个都各一章 比如说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 都是各个独立的 但是诸子是说 第一章是经 后面第二章到第三章都是论 这有不同 那再来呢 我们说中庸是圣人的内涵 可是这里却说 君子中庸 为什么呢 中庸是圣人之德 可是这里却说君子中庸 众尼约君子中庸 大家看看那个文句 君子中庸 应该是圣人中庸 不是君子中庸 这里为什么会举君子中庸呢 就是指说 这个君子入世 要有出世之德 他才能够入世 入世里面你去利益众生 会有很大的顺境 有很大的逆境 有很多的明文立养 有很多的陷阱 有很多的诱惑 有很多的勾引 如果你没有学习中庸之德 人是离不开这些境界的欺负 不但不能度众生 反而被众生度 所以君子入世 要具有中庸之德 君子才真正能入世 真正能利益天下昌生 所以叫做君子中庸 这一章指示 举出众尼曰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他的语气是怎么样 这一章 孔子的语气 是一种感叹的语气 感叹的语气 是说 君子是具有中庸之德 而小人 其实是违背中庸 这种感叹是 表面上看起来不是感叹 其实内心里面 是一种感叹的语气 为什么 因为这种的内涵 已经很久没有人学了 或者是断了传承了 或是半政治半教育的人 不会以他的作为本职 来半政治跟半教育 他的感叹的语气 就像《伦语》里面 《庸野篇》里面说 中庸之为德也 中庸这种内涵 其至以乎 换句话说 你内在的内涵 如果是有中庸的内涵 那你这个人实在太高了 叫做什么 养之米高 可是明显久矣 老百姓显能久矣 就是老百姓离开中庸之道 显能 显能就是不会中庸之道 已经很久了 显能就是很少会 很少能 那个显是所有少里面的最少 意思说 老百姓能懂中庸之道 已经很少了 半政治的人 不去以中庸为本质来办政治 半教化的人 不去以中庸为本质来办教育 所以整个时代里面 其实都是 强兵霸权 追逐名利 而且人生里面 只有眼前的享乐 目光如斗 生活只是这样 没有这种开拓的人生观 未来的人生观 高远的人生观 初世的人生观 这个已经太久了 这是一种感叹 还有感叹什么 八亿五一庭 事可人也 孰不可人也 既是在自己的家庙 跳八亿五 这件事情都做得出来 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 还有三家大夫 策传的时候唱庸诗 像天子一样的 以大夫来建阅天子的礼 讲这种文句都是感叹的 或者是说 隐居以求极致 行以达其道 这种话我听过 这种人我没见过 这种都是感叹语 这一章里面 一定要读出 孔子的感叹语 这一章里面 我们说 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公私 君子是公 小人是私 君子是人 小人是不人 君子是利他 小人是利己 君子是 修养自己的品德 小人内心是 追逐名利 君子跟小人 是在差别在这里 那为什么 孔子竟然说 中庸是君子 跟小人的差别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 真正有心 要去利他的人 如果没有学习中庸 不能利他 反而在利他的时候 反而 这个会变质 随着他的福报越大 他的变质就越多 要说 小权力使人小腐化 大权力使人大腐化 绝对的权力 使人绝对的腐化 顺境也腐化 逆境也退转 这怎么利他呢 所以 君子如果要行 君子是德 他一定要懂中庸 那小人 小人就是不懂中庸 小人 这个随境而转 随着顺境起滩 逆境起撑 随境而转 追逐明文立样 所以中庸 又是君子跟小人之别 懂得中庸 就能够立住自己的品格 不懂中庸 就随俗而去 不能坚持品格 最后 也是甘于下罪 所以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也就在中庸 可是中庸 他必须要透过教育 你才知 可见没有教育 人做不了君子 人做不了圣人 所以办政治的人 如果不懂得中庸 知道 他怎么能够把人 变成好人 充其量办一个政治 只不过让人 更加地享受 政治办得不好 老百姓生活差 老百姓铤而走险 自然败坏 政治办得好呢 老百姓享受好意勿劳 这个奢侈淫欲 所以政治办得好 也是危机 政治办不好 也是危机 政治办得好 也是死路 政治办不好 也是死路 可见中庸之德 有多么的重要 那 再来呢 我们说 孔子的中 这个这里说 君子是中庸野 君子 君子的中庸 从哪里来 君子一定要学中庸 他才能够成就 他君子的功德 但是君子的中庸 从哪里来呢 子贡曾经跟着 孔子周围列国 鳄语成菜的时候 子贡听到 孔子的信于天道 子贡很感叹地说 夫子之眼 信于天道 不可得文也 可见中庸是代积而闻 代积而闻 就是说 这个人 他的根基到了 才为他讲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种 经过苦难 经过历练的人 有心要向上的人 有心要去利益别人的人 有心要去福国利益之人 这样的人 他可以是中庸的鸡 就可以为他来讲中庸 所以孔子在周围列国 鳄语成菜的时候 孔子看到弟子们 能够接受这样的考验 所以孔子就谈信于天道 子贡在那个场合 你看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富可敌国人 在那个 陈蔡二的时候 他愿意跟着孔子共患难 这是很了不起的有钱人 一般有钱人 他才不会跟你共患难 子贡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而在这种状况的时候 他听到了信于天道的时候 他非常的感慨 太棒了 回过头来那些 虽然没有跟孔子作优劣国 没有跟孔子颠沛流离患难的人 虽然没有吃到苦 可是忠用之道没听到 所以人生 到底人生要怎么过得有意义 是学到的人生 还是吃喝玩乐的人生 你觉得人生的快乐 是在学到当中的 还是吃喝玩乐中的 可是你往往就问 那个吃喝玩乐的人 吃喝玩乐之后 他的内心还是很空虚的 真的学习忠用之德的人 他的内心是非常的快乐 叫做 而且慢慢地会感应很多人跟他学 叫做有朋之远方来 不宜乐乎 而这种人 不会在顺境中退转 也不会在逆境中失落 人不知恶不欲 不欲君子乎 我们说君子学忠用 当时学忠用 到底有什么功呢 功如何呢 这个人当他学了忠用 学了行恶上的学 不被这个行恶下的境界 所欺负的时候 你注意看 这个人特别有风采 真的 这个人特别有气质 而且这个见地会跟世间人不一样 会赢得很多的君子 对他的赞同 会赢得很多人 死心塌地地跟他学习 所以这种人 自然能够坚持他的道德 古人说得到夺住 这种人也容易把善事做完 也容易在众人才的护持当中 建立殊胜的事工 所以君子的忠用 他的功德实在太殊胜了 反之 没有学忠用的人 你怎么立足品格 你怎么能够得到君子的拥护 你怎么会有入世的风采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请问你能做什么 什么都不能做 那你说我吃喝完了 你看你又来了 所以人生 人生它一定是要有意地过人生 你在有意地过人生当中 找到你人生存在的价值 那个是非常的快乐 那种快乐 不是世间人可以懂的 那我们这么说来 君子学忠用是很重要 学忠用相应忠用 可是君子要怎么相应忠用呢 相应忠用 这一章里面 前面告诉我们说 夫子自言信与天道 不可得文也 可见文很重要 相应的第一步就是文 那第二步呢 就是要思 第三步就是要修 思就是要各个面向去想 这个中庸的内涵 修呢 就是把这个道理 运用在日用平常 而且呢 这种中庸之道 这个德就是你内心的体悟 体悟什么 体悟中庸之道 中庸之德 体悟中庸之道 你那个德所体会的是道 所体会的就是中庸 而这种道理啊 会让你不愿意离开他 怎么相应呢 这一章告诉我们叫做 道也者不可须离也 可离非道也 君子而时钟 而时钟啊 就是说 时时的相应忠 时钟 那时钟里面啊 因为你时时的相应忠 所以你在这时机上啊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很清楚的 那这里面第二章 中庸里面 有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叫做时 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时钟 时钟 这个时的重要性 时啊 一个人 这一生啊 如果没有 这个 这个 失去了时机啊 人生啊 要嘛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时机不到 一种是错过时机 时机不到啊 结果你 你却要这样做 这叫做照进 时机有了 结果你不去做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 很可惜 时机不会再来 那时机 恰到好处的 该办则办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的这个时 整部 一经啊 其实都在讲 那个时 时机 对了 就对了 时机 错了 就错了 那 孔子这个人啊 是一个掌握时机的人 那这个在 为止第十八里面啊 孔子曾经说 我跟这些隐士 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是什么 跟什么 博弈 俗旗啊 柳夏慧 愚众 一役 这个朱章 少年 这七个人 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 我是 无可 无不可 什么叫 无可 无不可 可则可 不可则不可 完全看时机 时机渴 我就渴 时机不渴 我就不渴 那 这个 掌握时机啊 那是 一经非常通达的人 他才知道 掌握时机的重要 而且 如何掌握时机 而且时机到了 该怎么办 就很清楚的怎么办 在孔子里面形容啊 博弈这个人 是甚至轻 轻就是 博弈有让位自得 所以是轻高 依颖是甚至任 因为担当大任 这个 商汤王过世 国家的大任 交在依颖的手里 依颖能够 俯弊 这个 太假 那叫做甚至任 柳夏慧是甚至何者 柳夏慧三次被贬官 都没有关系 他是一个能够和谐的人 不在乎个人的名文利养 但是孔子呢 是甚至实则也 就是掌握时机 这里面请问谁最高 大家都知道 是孔子最高 可是你怎么知道 甚至实则是圣人中最高的境界 我访问你 往往大家都知道 孔子境界最高 当我访问你说 你怎么知道 甚至实则也是圣人中境界最高 我相信十个有五个人答不出 你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你会答问题 可是你不晓得答案是什么 到底他的 所以然是什么 往往一般人学东西 都是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背了很多 可是那个答案的后面的意思是什么 一般人 赵立德都不太深入研究 孔子有一段 他讲他的一生 到最后叫做 七十儿 从心所欲 不与举 从心所欲 就是说 你内心怎么想都没有关系 不欲举 不欲举就是 不会超过法度 什么叫做不会超过法度 就是死 时机 时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会超过那个法度 该进则进 不会不足 不进 该退则退 不会退 该退不退 就是那个法度 是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叫做死 孔子到七十岁的时候 时机 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人 意思就是说 行而上的学问 通达到究竟 行而下的时候 清清楚楚知道 他的缘起在哪里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通达甚深缘起的人 一定是通达甚深的行而上 他才能够通达甚深的缘起 甚深的缘起就是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我们很多人在分析 罪跟过的时候 罪 罪就是有心犯 可是君子到 不会有心犯 可是君子会犯过 犯过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时机 那个时机 该进没进 该退没退 比如说 子路 该涌的时候 涌 不该涌的时候 继续涌 这就不对了 染球 该退则退 对 该进得进的时候 还是不进 这就错了 这就是过 这虽然不是罪 但是它是过 这个君子入室 想要除过 君子入室 当然是不会有罪 但是君子入室 要除过 一定要学中庸 所以整个孔子的一生 都是在中庸上 至于学中庸 三十学中庸而立 四十学中庸而不惑 五十学中庸而知天命 六十学中庸而顺 七十学中庸 重新属于不宜举 这一章也可以这样读 那我们说 论语中 君子得中庸的形象是什么 论语中 有没有君子得到中庸的形象 在《为政篇》第二篇里面 就讲到君子不弃 君子不弃 就是讲到君子得中庸 不弃 那个弃就是指世间 不弃就是不被世间所细服 超越这个世间 是通达行而上 超越世间 这是圣人的正量 甚至在这个宪文篇里面 也说 君子之道者三 表现君子之道有三个 其中一个叫做 智者不弧 智者不弧就是学中庸 不被世间所迷惑 世间的民文立养 公民荣华富贵 妻子儿女家产田园 这些境界都不能 系服中庸之 学中庸的君子 学中庸的君子 不被境界所系服 超越境界 超越世间 而这种人 这种人在这个世间 你用什么明文立养 都没有用 只要一道而行 一理而行 他就行 不一道不一理 再用什么明文立养 再用什么大顺经 大逆境 都不会让这个人改旗帜 伦语怎么说呢 伦语说 不约兼乎 这个人的心智很兼 你怎么磨它 都不会辨驳 意思就是说 君子学到的心 利益众生的心 你怎么考验它 它都不会自向辨驳 那咱们不行 咱们再一点考验就垮了 这个重用的厉害 再来不约白乎 有一种白的是什么 染了也不会黑 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去污染它 它都不会变黑 你看这个是不是君子之德 可是君子之德 如果没有学重用 怎么会成就君子之德 那尖要什么尖呢 尖要像钻石这样 怎么磨都不会薄 当然这是不得已的比喻 只能举世间 好懂得来比喻 那白乎像玉一样 怎么染呢 都不会黑 又尖又白 又尖就代表心智很坚定 又白就是怎么染都不会变黑 我们人在明文立扬的场合里面 久了以后心都变黑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退转的时候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君子是中庸 君子是学中庸 相应中庸 那小人是反中庸 小人怎么反中庸 小人反中庸 他会有什么过患 小人反中庸 如何反中庸 就是违反 什么叫违反 就是说 这个人 他呢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唯一看到的就是 富贵 民文立养 人生的安乐 生活的享受 这里面 不会有什么利他的想法 不会有什么感恩的心 所以这个人是远道德的 而且远于经典 经典里面讲到利他 讲到超越民文立扬的戏服 讲到人生 要怎么去充实内涵 追求道统 这些都是他很讨厌听的 内心根本不向往的 所以对道德 对学问 对这些圣人跟君子 其实看到了听 看到的人也躲掉 听到的叫法也闷闷不乐 小人反中 因为就是这样的反 他的内心里面 只在于 民文立养 权位 势力 你在他面前 让他看得起你的 你就是你的权位 你的势力 你的财富 你的家世 你对他有没有利 大概让他看得起的 就是这些 所以对你是一个 有品德的 有学问的 心存利他的 以道德入世的 这些他都看不上 他觉得这是傻瓜 所以小人 他的过犯是什么 小人的过犯 这种人会把好的风气都败坏 会把风俗都弄得刻薄 国家如果运用这种人 国家的政治都会败坏 然后这种人容易解胆 隐私 叫做上下交正力 这国为意 国家败王都是这种人害的 交朋友交到这种人 你人生也注定不好过 娶到这种太太 嫁到这种先生 你也注定不幸福 生到这种小孩 你也很头痛 以上是小人反中庸 小人反中庸 就无所忌惮 无所忌惮 无所忌惮 就是说 这里面没有了解忠 没有了解忠 就是说 一个行而上 君子在不受明文利养 不受行 这个行的细服 超越这个世间 他不去了解 他也不知道说 入世的时候 该以利他的方式 来去利益世间 所以这个人无所忌惮 不会有道德的约束 不会心里面会害怕君子 害怕圣人 害怕道童 害怕这些政治见 他不会 他哪里这些是他害怕 小人也有忌惮 小人也有无忌惮 小人忌惮的就是说 对他不利 或者是这些 明有权贵的人 巴结不上 这些小人有忌惮 小人也有无忌惮 小人不怕 这些有天道报应 也不怕 对君子 对这些圣人 也不会在意 那无所忌惮的形象 是什么呢 在论语里面 有把小人 无所忌惮的形象 有描述的 第一个叫做 小人穷实乱以 小人如果穷的话 就会为非作歹 第二个呢 小人如果 九楚约 贫困的时候 为非作歹 常处乐 也娇涩淫欲 也败坏社会风俗 小人只会在乎力 你用力去说服他 一说服他就中 小人是成人之恶 不成人之美 为什么 因为风气越乱 局面越乱 对他越有力 那这种人 有勇无义 无义就是内心里面 没有标准 没有这些正法 所以容易围到 围到就贪赃王法 这件事情很容易的 还有呢 小人这个容易 同流合污 可是跟你合不来 同流合污 同就是 同在明文立案的时候 这可以同 合呢 不合 不合就说 内心里面不是利他 不利他的人怎么会合 合一定要站在利他 你这个团体能合 一定是互相替对方着想 这个团体必合 这个团体如果互相 都替自己着想 这个团体必不合 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在一起剩下的 就是利害关系 所以想想看 一个团体如果搞到 剩下利害关系 你说这个团体可不可悲 也蛮可悲的 那再来 小人处处要求别人 对自己不要求 处处要求别人 过失都是别人 犯过的时候 一定推给别人 这就是无忌惮 无忌惮 长得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会说 无忌惮是小人 违反中庸的形象 那有所忌惮 就合乎中庸吗 有所忌惮就合乎吗 有所忌惮 也未必合乎中庸 未必 为什么呢 有所忌惮 比如说 倦者 倦者就是指保守的人 有所不为 明明该为的时候 他还不为 这也不合乎中庸 这种有所忌惮 处处害怕 处处顾忌 比如说处处怕犯法 处处怕为非作歹 这我同意 那连做善法也害怕 连做善法也害怕 害怕伤到自己的人 那怎么合乎中庸呢 所以有所顾忌的人 未必是中庸之道 可是中庸之道 一定有所顾忌 一定有所忌惮 就像真子说的 战战兢兢 如临生渊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如临生渊 如履薄冰 未必是修道人 世间有很多人 很胆小 什么都怕 做坏事也怕 做好事也怕 所以雪如然说 有时候 那个浪子回头 比什么都厉害 世间的人 做好 做坏事怕 做好事也怕 只要对自己不利的都怕 那有时候 还反而不如 浪子回头的人 作恶到最后 他想反省 跺脚不干就不干 他那个狠劲拿来 做善的时候 往往你那些小善人 都比不上他 所以我常会说 我们要把孩子 培养成人才 不是把他培养成乖乖牌 培养成人才 让他能够走入这个时代 让他能够担他人 让他能够 真的去利益别人 让他所学的 所学的东西 真的是可以发挥他的功用 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学问从小一直到大学毕业 硕士毕业 博士毕业 结果他顶着这么高的学历 其实脑袋都是自私的 都是为了我自己的 那这样的求学 有什么意思呢 这么多的资源 最后拿来自己享受 这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说 纵观没有错 君子要合乎中庸 可是现见合乎中庸的君子 仍然不用于事 要怎么升起对中庸的信心 论语里面有一章叫做 不怨天不由人 不怨天不由人 就是指说 对命运不好 不会去怨 对很多人家 对我的这伤害 不怨恨 下学而上达 下学而上达 下学是讲那些六亿 讲那些世间的学问 上达是学重庸 换句话说 这个人有学世间的学问 也有学重庸 然后这两个 把它合起来的时候 这种人的命 叫做自我者起天乎 这种人的命 大概只有天才会知道 他有多好命 那我们以前都讲过 中国读书人最好命的就是孔子 可惜很少人知道 孔子就是一个下学人士 就是六亿的学问 乃至于利益天下昌生的学问 上达天 就是也学重庸 两个合起来 又学信与天道 又学六亿 两个学问相合 这种人来利益事件 这种利益事件的心态 利益事件的能力 利益事件的道德 以及利益事件 可以组成人台团队 发挥大用的这种人 他的命运 他的好报 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那儒家中 谁是君子而具中庸 谁呢 儒家孔子 还有颜辉 颜辉不是其树乎屡空吗 还有真子亦贯之 还有子师 就是中庸的作者 这些都是儒家中 君子而具中庸的典范 那我们说学习这一章 对我们人生有什么帮助 对我们人生的帮助 实在太大了 《易经》的戏词传里面 说物以类聚 你如果好好地学中庸 你慢慢地 你会聚一些有道德 有志之士 叫物以类聚 第二个呢 你处事的原则 你这个人是具有处事的原则 而且呢 你不会因为 得了这些世俗的 明文立养生喜 也不会因为 失去了这些而生悲 你那个道德 是有多么的高潮 你的见地 是有多么的高远 你的心思 是有多么的开朗 你的烦恼 是不是比人家少得很多 你的心情 是不是比人家的愉快 你的朋友 你交到真正的朋友 是不是比人家多 你要做善法的时候 得到的帮助 是你别人想象不到的 可是我们会说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求不到中庸的君子 该如何是好 如果你找不到学中庸的君子 那必也狂卷乎 狂就是指说 这个人虽然是进取 虽然有时候 该退他不退 他进取 卷是有所不为 这两种人 质地都不错 只是 狂的人 积极进取 有时候过得头 卷的人 有所不为 可是有所不为 有时候又失去时机 不过这两种人 基本上 是一个 质地很好 卷的人 不会害人 狂的人 有心要去利益边 可是有时候往往利益的不如法 可是他们的心思都是单纯的 而狂卷之人来学重庸 质地好的人学重庸 能够使狂者调到中间 狂者收敛 卷者进取 所以找到狂卷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共学 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 我相信是这个人世间最快乐的 最后总结 总结 我们要说 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 意思就是说很难听得到 今天我们学中庸 就是学到信与天道 要很高兴地来学 不管是在线上来学 或在场来学 都应该要当成很难得 很稀有 来学 然后我们按照正确的注解来学 而且是分赃来学 赤地来学 而且有问题的时候 能够互相切磋琢磨的学 而且在善法上 大家一起共同 来共造善业的学 我相信你的人生 是一个开阔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 光明的人生 而且是一个能够给后代 带来典范的人生 而不是一生只有用用录录 一生只是上班拿薪水 最后退休 领退休金 这样胡聊地过日子 而是一个有益的人生 那再来呢 你的中庸 你在学中庸知道 你要知道说 这是很长远的路 因为他要花的时间很多 他要投入的心血很多 所以你应该要 好好的来 把你的心智用上 把你的时间用上 而且有这样的朋友 你要格外地珍惜 大家在这个理念相投上 相同的情况下 来共造善业 你要有那种 倍感幸福的感觉 因为那是人生 唯一的出路 而且是真正幸福的人生 它的重点就在这里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后面再来问题交流 下课 那么欢迎线上读书会的成员 嘉宾及在场的老师同学 大家有什么好的问题 在这里交流交流 我才说学前 只能皮毛地回答 老师您好 学生有一个问题 此处的中庸和中和 有何差异 谢谢老师 好 请坐 中庸的庸可以解释成用中 或者庸可以解释成长 就是一个经常之道 中是一个长久不变之道 万古恒常之道 中和的和是入室的运用 中庸是用中 中和的和是入室 中是行而上 和是行而下 中庸是说用中的人 他不但能够在行而上和乎中 在行而下也能够和 你想想看 一个不在乎明文立养的人 他自然容易立他 立他的人 如果在乎明文立养的人 怎么去立他 所以一个不在乎明文立养的人 不受这些明文立养的境界细服的人 他自然能够入室的时候 发挥利他的功能 而且一理而行能和 所谓用中的人 他不但能够成为出室的圣人 也可以成为入室的君子 什么高见呢 志云 老师晚上好 志云想请问 如果君子他已成就中庸 那为什么不称他为圣人呢 好 请坐 君子已成就中庸 为什么不称作他是圣人 君子不一定成就中庸 君子跟圣人是两回事 那这里是说君子中庸 君子中庸就是说 真正入室做君子的人 要合乎中庸 他才能够入室成为君子 君子不一定有中庸 但是具有中庸的君子 才真能入室 那这里为什么不称他为圣人 其实他可以啊 就是具圣人之德的君子 才是真正的君子 具君子之德的圣人 才是真正的至圣 孔子就是具君子之德的圣人 而且入室的时候是具圣人之德的君子 还有什么高见 微点 郑康城政权他将无忌惮解释成无畏难 那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可以通吗 好的 请坐那里 无忌惮解释成无畏难 可是这里不是无畏难的意思 无忌惮是不怕困难 可是这里无忌惮不是讲不怕困难 无忌惮的意思就是说 小人是没有顾忌 没有害怕的 他的内心里面不会去顾忌 没有什么顾忌 小人没有什么顾忌的意思是说 小人他没有道德的诡犯 也没有什么良心的谴责 也不相信什么天理报应 他没有这个顾忌 也不会害怕 作恶事也不会害怕 心狠手辣不会害怕 是指这个 但是小人也有顾忌 小人也很害怕 也很害怕做了很多事情 东窗四伐 很害怕里面 互相 为了利益的时候互相残害 他也很害怕 所以小人也有无顾忌 也有顾忌 君子也有顾忌 也有没顾忌 横批是从你的顾忌当中 看出你是君子还是小人 从你的不顾忌当中 看出是君子还是小人 这一章要这样读 什么高见呢 问一下 老师您好 网路上学员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老师 首先是网路学员嘉文 想问老师 君子而时钟跟发而皆众结 时钟跟众结 他可以说是同样的意涵吗 好的 那个请说 众结 众结是说 他入世的时候 他合乎这个结 结就是理 合乎理的结字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该如何就如何 孔子回到家乡的时候 就要以长幼尊卑来论 到朝廷的时候要论地位高低 到家乡的时候要论辈分 这就是依理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做法 这叫做重结 那时钟呢 时钟是说 时时的跟中庸相应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中庸 行而上的见地 是时时不离开 然后用这种见地 去抉择行而下 是 谢谢老师 那接着是网路学员静池 想要请问老师 在十三经的著述本里面 关于小人之中庸也这一句 王宿呢 他把它改为 小人之反中庸也 请问这样可以吗 可不可以请老师回答 是 我们徐喜明老师 行公说 那个小人之中庸也 比小人之反中庸也还要好 君子之中庸也 就是君子之于中庸 君子是时时跟中相应 小人之中庸 小人是无忌惮 小人之于中庸 小人是根本无忌惮 就是说 对中庸 比如说 就算是他碰到中庸之道的君子 根本心里面没有看中他 就算看到中庸这个叫法 小人根本觉得毫无分量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论语去推广 推广到现在的学生 他觉得论语有什么分量 出去就业都不要论语 品德有什么用呢 世间很多的公民 富贵的追求 跟你论语都没有关系 很多的糟粕之眼 其实他不了解 敬德 修业 品德 还有人生的这些 利他的见地 以及圣人处事的经验阅历 那才是真的趋吉比雄 可是在小人心中 连一毛都不止 无忌惮 是 谢谢老师 那接着是网路学员 山羽想要请问老师 提到小人无忌惮 那小人无忌惮跟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 他是否是有不同的地方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天命就是说 天的命令 天的命令当中 其实有包括天然所 或者是天命是天然所赋予的体系 所以天命有两个 一个是讲信 一个是讲天道 换句话说 小人不畏天命 小人不知天命 就是不知道信与天道 不知道行恶上的重要 也不知道趋吉比雄的道理 所以他没有什么恐惧的 他根本 人如果没有断恶修缮 那是很恐怖的 不能断恶 那是不能离苦的 不能修缮 那是不能得乐的 他哪里会在意这些 他的人生里面 根本不会在意这些 这些也不会是他的人生观 人生处事 也不会用这种心态来处事 一天自我反省 也不会从这里去反省 是 谢谢老师 那接着是网路学员 安妮潘想要请问老师 有注解也是这样说 他说以性情言之则约中庸 对不起 以性情言之则约中和 以德性言之则约中庸 这样的注解是不是可以采呢 是的 性情言之则约中和 其实中和不是以性情来说 中是讲形而上 和是讲形而下 那德性言之中庸 中庸真的是一个德性 那个德就是一种智慧力 那个德性的德是智慧力 中庸用忠 用忠是一种智慧力 而中和是讲 形而上的忠 入世能和 这个人是 能够两边诀问通达 而在这个世界里面 用忠能和 然后依和来显忠 这个人是厉害之人 是 谢谢老师 那接着是网路学员 宏毅想要请问老师 今天课堂有提到 夫子是圣之实者也 那他的证明 可不可以引用论语上面说 因为他是空空如也 扣其两端而结焉的 入出同时 来证明他是圣之实者也 圣之实者也 你讲那个空空如也 空空如也的那一分 是讲他的 这个形而上的成就 那扣其两端 而结焉的这一分 是入世的能耐 这个是可以的 不错的 是 谢谢老师 那接着是 雪如经典读书会 想要请教老师 一般 我们都知道当局者迷 那在当局者迷的情境下 如何还能够 掌握中庸的度呢 才不会在事后才有 事后诸葛这样的状况 一定要多学 比如说对中庸 对大学 还有对一些 中的学问 多多的学习 这里面要不带着成见 去学道家 学佛家 但是他能 来了解儒家的可贵 那文化其实是 这几家的精华 处都在中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世间 你会知道说 超越这个行的 细福的这种人 才是最大福报的人 得到最殊胜的正量 就是说通达行而上的 他是入世里面 最能入世 而且最有福报的人 如果你这个学习越来越通达的人 你在这个人世间 越来越能够用理智去看事情 越来越客观地去分析事情 越不睡 进而赚的人 你才越能转进 你就越不会事后诸葛 是 谢谢老师 那接着是网路学徒 想要请问老师 像狂与隽 这样子的善人 他们在 在办事的时候 而没有遇到那种 能够用中的圣人的调和 因为现在是很难遇到的 那这样子 狂与隽的善人 和一起办事 要如何做到和和呢 是意见统一 很难 所以孔子才会说 跪于跪于 五党小子狂俭 狂就是指那个狂者 简就是指倦者 跪于跪于 五党小子狂简 这个斐然成章 不之所以才之 虽然这些人 都不错的 可是 必须带有中的去猜 他才能够 这个狂的变成不狂 倦的变成有所君取 这个真的要更高的 去调和他们 一般 不要说小人跟小人合不来 君子跟君子也合不来 必得更高之人去和他们 所以这个如何充实自己 然后来跟君子来成为团队 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人生的出路 唯有充实自己了 真的 是 谢谢老师 那接着是 沙劳月的幼珠 想要请问老师 幼珠 小人 这一章提到小人不知天命 那是否小人就一生 都不会有人度他了呢 小人 那要两种小人 一种小人是说 他这个不学无术 而且心术不正的人 当然君子不肯度他 君子躲都躲都 来不及还度他 但第二种小人 如果是一般人 拥用路途人 可是他有一天 他忽然凡然改悔 有心进去的时候 何尝不是他被得度的机缘呢 好 幼珠你说是吗 是 谢谢老师 那以上是今天网路上的问题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章 看起来经文是短 它的意义是多的 这一章里面 劝我们说 中庸是一个君子跟小人之别 君子是凡圣之别 既然从凡夫到圣人 才能离苦得乐 从小人到君子 才能离苦得乐的话 那真正离苦得乐的关键 就是中庸 所以如何看到孔子的心法 就是中庸 而孔子的心法是中庸里面 除了《论语的章句》里面 去好好地学以外 大学中庸又是一个入门 易经也是一个重要的经典 还有能够参考道家跟佛家 来作为学习易经跟大学中庸 乃至于《论语》那些有关用忠的语句 我相信你对忠的体会 就不是泛泛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用忠 对忠都没有办法闻 没办法思 没办法修 那你怎么用忠 那你不能用忠 你怎么合 那我们很多人都说合 其实很多的合 你如果不是在经典上的合 你这个合 你做不了真正事情 你这个合 如果不是在见地的合 你做不了大事 大概合都是一般 就是忍辱负重 大家表面合 那个表面合是没有什么用的 那个如果是在见地上合 如果是在品德上合 如果是在很多人生 共同的看法去合的那种人 他才能够真正做到事情 这是以上这一章的大义 那我们下周 论语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心想事成 吉祥如意 再会